你看真的好漂亮 整片白雪覆蓋拉拉山 露營區白茫茫一片 就連露營的沙坑區也都結冰 因為路況回不了家的遊客 只好在雪堆中打起雪仗 玩起雪中籃球 因為這裡的雪已經很厚了 都已經沒辦法離開了 都已經車輛都已經停在路途中 好厚的雪景喔 看到雪景遊客超興奮 衝出民宿位大喊大叫 不斷挖起地上的積雪 還有人直接坐了一塊雪球 擋場吃了起來 遊客中心擠滿人潮 路旁停滿一輛又一輛車 大家玩得開心 但卻也回不了家 大雪讓道路積雪又結冰 也讓遊客的下山之路 顯得更加困難危險 赤身厚厚白雪的銀色世界超美麗 但是困在山上多出一天 就等於要多付一碗 至少2000到5000元不等的房錢 桃園市政府也和民宿業者協調 讓民眾能享有續住折扣 市政府也已經跟拉拉山地區的民宿業者 已經協調了 那在遊客續住的部分 就是說之前在山上有住宿的旅客 可以享有五折的優惠 讓遊客能夠先安置 在交通的順暢度更高的時候 再輸到遊客下山 距離上次下雪的時間已經二三十年前了 路況不允許遊客下山 等於被迫得多賞一天雪 但就怕隔天就是上班日 希望能比照台風假 讓他們多放一天下雪假 才不會在身上賞雪 以下山又怕被老闆罵 記者林中正李一璇桃園報導